有一些比較偏向西方的創作 可是其實我們在過去的幾年間 也是在想什麼是本土的文化 那像今年我們是找了素人畫家洪童先生 他是對台灣來說一個開創素人藝術非常重要的畫家 我們就演了洪童先生的生理 那在2005年的時候 一位認識了一位台灣第一位附帶戲的女掌門人 叫做江四美女士 因為如果稍微認識一下傳統戲劇的朋友應該知道 以前的戲班子他是不能容許女孩子上台的 因為覺得戲子他就是拋頭露面 所以對一個女孩子家來作演出來是不太適合的 可是江四美女士她比較特別 她的家境還有她的阿公接受了讓江四美女士去學習附帶戲 所以我們覺得這個經歷讓江四美女士 是在台灣的偶戲歷史裡面佔有一個很重要的地位 那那時候有跟江四美女士到處去廟口做演出 然後做一些口述歷史跟田野調查工作 然後把它搬到現代的劇場裡面 用融合了西方的比如說帳頭偶或是直頭偶的類型 跟江四美女士她在做的鋪帶戲的一些傳統類型 互相做解 做什麼 說什麼 你一直用拍嗎 你什麼便用拍嗎 這是什麼點用拍嗎 就是你你來回 都裝進去便宜 到這裡 還有 你這樣子講講講去阿媽媽沒搞混了啦 一點阿 沒有人 沒有人 真空 這樣這邊就可以看到人偶童 就是超偶師他本身的超偶 所以他會自己突然跳出來做一些詮釋 那很特別的是剛剛在超偶的男生 他就是江慈美的孫子 所以我們是跟他孫子一起合作演出他阿嬤的故事 他使用幾遍他 他就沒看到這本來不會有 沒看到 這個人譚 深深奔深奔 啊啊啊啊 我越像那烏雲 我越像那太陽下 我越像那天氣的風 只有一個春風中 我越像那風 我越像那幾隻手的天氣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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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其實那時候對很多觀眾